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现在正在爱奥瓦州出席活动 切到美国现场去看看 请帮帮我们拜登这样说道 我们脚下正流淌着石油这样的液体黄金 但是我们却没有很好的去利用 美国现在却眼睛睁地看着 像沙特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利用石油资源 为自己取得优势大幅增加石油价格 而我们美国却承认我们不能在很多地方去开采石油 处处受限 我们现在是一个正在处于下坡的国家 在很多地方面临着虚假的协议 看到我们国家在很多地方没有能力去展现我们的领导力 我们的汽车在国外目前的销量远不敌中国 在很多地方也不比中国的技术优势 我们没有办法确保在美国石油价格能够非常的廉价 然而中国的石油价格却非常的合理和廉价 我们不再能够生产出那些 让世人感到瞩目和震惊的伟大的军事武器